今天要看的是這個藝文的紓困 隨夢說這個文化部有削出這個藝文紓困 四點點 但還有有一些這個 藝文工作在心情上面 剛才主機認定的問題 文化不法領 所以文化有幾年來調開 作單位 由文化部和劉動部 這位相關大尉 要讓這請領的內容 更加加的矯正 這比較是真正的紓困 無論是武台言出 也就是說大小多年的接案 嚴重 這些外面 他們都在實施疫情三級境界之後 將要消失去 這樣也讓相關藝文 感作者將要吊鍋起來 雖然文化部有提供藝文 所謂四點空的援助 不過有一些人想要申請 所以請不到 將會說 經過調查 大約有四成的藝文 鑽作者 他們是靠檢測來 維持生活 有不少人在四月份 減這個藝文鑽作者 讓他們放進去 行政院通過 補分工時一萬塊的索困 裡面 不過也有將會主張說 應該要讓行政文化部 主任人的索困 夠安的心惑 畢竟很多人只是剛好四月份有兼職 那他本身其實也有很多的展演的損失 卻不能像同樣四月份投保在職業工會 或四月份沒有投保記錄的藝文工作者一樣 能申請生活補助加最多三萬的投入成本 三萬多比是我們從6月7號以來收建的建數 所以那個案件量是暴增的兩倍以上 對於一些堅持打工的這個工作夥伴 有一些比較抱歉的地方 真的是那個堅持打工這種情形的話 他都來申付 大部分的案件都是沒有經過人工審查的 只要你符合資格 他就會直接撥款 填寫這個撤銷的申請書 領到的一萬元 繳回這個指定的帳戶 那你還是可以去申請其他的 林鄉董立為高勤安 因為說相關部會應該要緊急來收購 主機人頂清冷補助的困境 才能真的救得到 特性疏困的目的 記者總和報道